就在刚刚 男人上了一辆出租车 之后就开始给大使馆打电话 男人是个导游 但他还有另一个身份 用工作名义将一些理工男骗出国 再将他们卖给诈骗团伙 为了摆脱国内警方的追查 男人会假装失踪者向大使馆打电话 仿称自己是因为家暴才出国 从而撤销国内的调查 道琪坐在驾驶位 将男人的话听得一清二楚 他将导游把个车里 加快车速撞向一块石 周旅从男人口中撬出整个团伙 有一个总部四个分队 但具体位置他也一概不知 为了尽快找到东仔 救下所有拐卖人员 道琪必须将这些分队聚集在一起一网打击 而就在此时 他在路上偶遇了老崔二人 原来他们在国内察觉了异样 想来越南帮帮道琪 只可惜忙还没帮上 钱包和行李都丢了 两人上了车 告诉道琪林女士也在越南 还成了当地的小头目 道琪灵机一动 决定会一会这位故人 林女士一见到道琪 立马被她的模样吸引了神魂颠倒 甚至抛去了仇恨露出一脸娇羞的模样 此时道琪掏出了一张纸条 递给了身边的老板 随后便开车扬长而去 此时的林女士才清醒过来 拿起菜刀奋起直追 然而道琪的车早已开远 他立马吩咐手下查查道琪 让老板做了什么 手下说他让老板送两香酒 第二天 林女士果然不负重望 带着全部手下气势汹汹 闯进了诈骗窝点 誓死也要报欺骗感情之仇